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家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78集 在座的都是各家的小姐 见一个容貌不错的家丁走上了前台 心里都有些奇怪 林婉容是什么人物 做经理的时候 手下大几十号人 每天侃侃而谈 那是家常便饭 又怎么会惧怕这种小场面 他走上台去 目光四周一扫 微微一笑道 各位小姐 大家好 我叫林三 乃是小家的一个小小家丁 大家都叫我三哥 台下猪人皆好奇地看着他 骆宁见他神色自然 笑意阴阴 心道 这人天生就没有怕得住吗 大小姐见他上了台去 面对诸多目光 却无丝毫具意 心里又是欣慰 又是迷茫 林婉容对小玉若笑了一下道 我们大小姐去过 我们大小姐去过许多地方 这江苏周边 诸省也去了无数次 可是她却没有办法 与大家分享她的游记经历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萧家的掌门人 她要为萧家的生计而奔波忙碌 明山大川 固然风景绝利 她实在得不了空去欣赏这些 因为她的责任太重 她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奔波在路上啊 林婉容的声音低沉 大小姐咬住嘴唇 拼命地抑制住将要夺况而下的热泪 台下却是鸦雀无声 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女子 林婉容短短几句话 却勾起了她们严重的同情心 想想萧大小姐与自己一样 同样是一介弱女子 却要撑起天大的担子 怎能不让她们佩服 倒是那个精灵第一才子 虽然游山玩水 讲得天花乱坠 却是靠着祖宗阴雨 相比之下高下历谢 骆宁也是头头笑笑 这个奸商的本事可真不小 这几句话 通篇没有讲侯公子一个坏字 却轻松将侯公子比了下去 错过了明山大川的风景 说起来这也是大小姐的遗憾 不过却是萧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的福气 正是有了她的辛苦劳作 才能将萧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才能让大家穿上美丽的丝绸 才能让大家用上这矿骨绝巾的香水 错过了一份风景 却撑起了一片天空 大小姐的遗憾 却不能称之为遗憾 她是我大华女子辛苦勤劳 坚忍不拔的一个典型代表 谁说女子不如男 我看妇女能顶半边天 掌声热烈地响了起来 林婉容这马屁虽是太赤裸裸了点 却正拍到了所有女子的心坎上 这个时代 女子的地位极其低微 眼下的这些千金小姐们 虽然看着风光 却是无人能对自己的事情做主 有哪个男人敢出来说 妇女能顶半边天 可是眼前这个男子就做到了 虽然他的地位低了点 可毕竟也是个男子啊 台下的小姐们 顿时感激地稀里哗啦 林婉容说完 却是浑身恶汗 全身上下吊鸡皮疙瘩 她拍过的马屁多不胜数 这次却是连她自己都受不了了 靠 我这是为大小姐树碑立赚呢 老子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今天却要跑到这里 宣扬女子主义 这脸皮的代价也不飞呀 幸好她脸皮之后 早已是无人能及 将诸位小姐热情的目光 全都聚集在自己身上 她微微一笑 向着大家挥了挥手 大小姐望着那个嚣张的家伙 憋得满脸通红 心道 你这人把我夸得没边了 什么妇女能顶半边天 说起假话一套一套的 眼睛都不眨一下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信你 侯月白和余温泊两位才子 却是脸色煞白 极不好看 这个下人目无理法 宣扬女子主义 违背祖宗规矩 真是反了天了 林婉荣见下面群情激愤的场面 心里大事得意 靠 这时代的小妞 也太他妈好骗了 比我那个时代 强了何止百倍千倍呀 说到游山玩水 其实是闲人最喜欢干的事情 譬如说我 林婉荣雨风一转 却是小小地摆了侯月白一道 妈的 你要不是有个当府尹的爹 你游山玩水游个屁呀 整天闲着没事写鸟诗 就是小白一个 房中猪人听他自嘲 皆是善意一笑 我小的时候 父亲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他老人家说过的一句话 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 人是最愚昧的 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愚昧 我以前不能理解 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 却再也见不到他了 林婉荣假惺惺的抹了几滴眼泪 骆宁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这个林大哥天生就是耍嘴皮子的料 他这一番话 既有风趣又有深度 就算是假话 别人也能理解 比那个侯月白满篇的大石化 高明多了 这屋里的千金小姐们 却是从来没见过一个这么勇敢风趣的家丁 在这么多人面前 不仅没有丝毫胆怯 反而幽默风趣 侃侃而谈 还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 实在是大大的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就连那一向维护着侯月白的婉荫小姐 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家丁的话很有蛊惑性 很能令人心动 其实大华很大 世界也很大 有许多我们没有见过 甚至想都没有想过的事物 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便说我大华吧 大家都知道黄山 泰山 武夷山 可是小姐们有没有想过 过了这些大山 又是什么地方呢 任婉容叹了口气 接着道 大华及西之地 有绝风 名为珠穆狼马 碧历千任 中年积雪 入云三尺三分 乃是世界最高山峰 为世人所景仰 大华之北 又天山山漫 雪海天池 那天池便是传说中的摇池 中年积雪盛蝉雪莲 明月出天山 苍茫 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渡 玉门关 便是说这天山美景 大华之南 大华之南 绵延千里至大海之南 俗称海南 海南岛上有天涯海角 五指山万泉河 皆博浩瀚大洋 大华东 海之滨 海域万里 资源丰富 支面高丽 琉球 东 营等 弹丸之地 乃是我大华海盗之咽喉 林宛容 一口气说完 心里 确实畅快无比 不给你们这些小妞 下点猛药 你们坐井观天 还不知道 要到什么时候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 家丁 他这番话 确实在做主人 闻所未闻 听所未听的 什么珠穆朗玛 明月初天山 天涯海角 琉球东营 哪一样都让人心惊 大天之中 一时 静谧下来 猴月白也是脸色难看 本以为自己 见识已经够广的了 可是在这个家丁面前 竟然完全不值一提 别的不说 高丽 琉球 东营三地 他都是听过的 没想到这个家丁 竟有这般见识 林三 这些地方 你都去过吗 一个好奇的声音传来 林宛容闻声看去 却是那个对猴月白有好感的婉盈小姐 她眼中闪过丝丝惊奇 似乎对这些地方很是向往 我去过天山 海南岛 东海 至于那珠穆朗玛 我也想上去 只可惜没那份能耐 林宛容风去道 这些都是她前世去过的 当然记忆犹新了 可是人生短暂 若是要把这些地方走完 怕是两辈子也不够吧 婉盈小姐 男男自语道 人生长短不是问题 只要坚信一点 我们 一直在路上 林宛容大声说道 大小姐听得又感动又疑惑 这个坏人 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东西呢 他真的去过吗 林宛容见厂下诛人 皆是迷惑又迷茫的目光 就连洛宁这样睿智的人 也不例外 他忍不住长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唉 大家的目光 却都放在大华之上 可是有没有人想过 这个世界这么大 难道只有一个大华存在吗 答案是否定的 知道问也问不出个什么 他便直接斩钉截铁的道 我们大华 只是处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我们处于的这个地方叫做亚洲 它通过大洋与陆地 与其他大洲相连 欧洲 美洲 非洲 每一个地方都有文明 都有国家的存在 欧洲大地 民风强悍 天骄拿破仑 奥区帝国 罗马皇帝 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 他们有着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 非洲大陆 神秘莫测 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 古老的石人族 他们有着黑色的肌肤 闪亮的眼睛 美洲大陆 风情狂野 神秘的亚马逊丛林 无数的土著 血腥的屠杀 他们有棕色的皮肤 让人无限的向往 华夏文明 巴比伦文明 玛雅文明 无数种文明 曾在我们这个世界兴起过 无数种语言 在我们这个世界兴起过 只是我们自己坐井观天 从来不知道走出去 失去了探索的勇气 我们才会这样闭关锁国 疑惑千年啊 静 绝对的静 林婉容这一番话 像是一个重磅炸弹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头晕目眩 这比那什么大华地理 复杂百倍 黄头发蓝眼睛 黑皮肤棕色皮肤 真有这种人 听着都难以置信 屋里的人都觉得 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林大哥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沉默良久 洛宁第一个反应过来 开口轻轻问道 他被林婉容的话 深深震撼 黄头发蓝眼睛的人 他虽没亲见 却也听说过 只是那黑皮肤的非洲人 真的有那么黑吗 太难以置信了 唉 人类愚昧的地方 在于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愚昧啊 林婉容哀叹着 用这句话回答了洛宁的问题 也结束了自己的这番惊天动地的演讲 他觉得自己有些失控了 甚至有些悲哀 讲了这么多 他完全是情不自禁的 他也不知道 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有没有拿破仑 罗马 巴比伦 但万变不离其宗 一个强盛的欧洲 是必然存在的 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 只是看着底下茫然的眼神 他便及时地止住了 他与别人讲世界地理 便和别人对他说诗词是一个道理 四个字 对牛弹琴 老实说 看着这些才子才女们 躲在自己的小窝里 整天想着弄几首厌慈小曲 他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和无力的感觉 如果我生在他们这个时代 我会不会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呢 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 萦绕在他心头 在历史的洪流中 他头一次产生了自己是这么渺小的感觉 他叹了口气 算了 老子又不是来拯救世界的 管这么多做什么 好好地赚钱 找到清玄 娶上大小老婆十来个 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了 拯救世界 拯救大华 靠 内裤穿反了 你就以为自己是咸蛋超人了 灵道哥 你说的那黄头发 蓝眼睛的人 我听说过 他们便是欧洲人吗 欧洲又在哪里呢 洛宁接着问道 他想问的话 也是其他人想要问的 这个话题曾经和清玄讲过 因为清玄有一个约克老师 他一听就懂 只是洛宁却没萧清玄那么好的造化 林婉容点头道 他们大部分都是欧洲人 欧洲距离我们十分之远 以目前我们的航船水平 怕还到不了欧洲 但是欧洲的不列颠 法兰西 西班牙 葡萄牙等国 工业发达 造船技巧 以及冶炼锻造技巧 十分的高明 若是我们不查 将来 大华 便要在这上面吃亏 那个侯月白听了 却是哼了一声道 哼 都是些奇人巧技 取巧而已 哪里比得上我天朝上国 勿华天保人节地灵 历代才学之事层出不穷 我插插你个圈圈 你这狗屁不懂的才子 林婉容一听这话 心中便勃然大怒 怒道 何为奇人巧技 侯公子 你便将我华下无数的仙人 没放在眼里吗 便凭你那点才学 萤火之光 岂能与昊月争辉 说差上十万八千里 那是抬举了你 林婉容这话一出 便是满座皆经 台下的女子们 皆以不可思议的眼光 看着这个神奇的家丁 她竟然将这第一才子 看得如此不堪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